新闻新闻 最近欢迎订阅宝洁 现在备受全国主门的 赖姓高中生的死亡事件 现在家属开始出手了 而这个家属现在 似乎也掌握到了一些新的证据 我们之前讲的就是 这个下姓的助理 从楼上走下来 奇怪 你有电梯你不坐 你现在要用走路 走路你讲说你要打电话 结果你下来了以后 看到这个 等于说路导 你看到这个赖姓高中生 躺在路边 你居然好像没事一样 连警卫都讲 他脸表情非常地一个淡定 他双手环抱 甚至没有讲说 他完全没有说他认识这个人 所以现在赖姓高中生 才会用无名师来处理 这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一点 另外就是高大臣法医讲说 在他的右手有四个不明的针口 而这个四个不明的针口 在整个看医院报告的时候 完全没有提到 所以问题来了 这四个针口到底是什么 现在家属也特别提到说 要提出婚姻无效之数 这个婚姻真的可能无效吗 这个婚姻真的有破绽 可以解除这个婚约吗 好 我们今天请到前面 在大方首帝的财经专家 黄瘦首席你好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战略专家 林宁辉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我们要特别接到 他是时事评论人许为智 抱歉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资深媒体的 黄伟瀚 黄杰哥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东西新闻的记者 李嘉明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资深的消息者林宁峰 大家好 好 待会儿呢 每一早电视报都在胡子嘉 也会加入我们的讨论 所以宁峰 刚才讲到的 今天越来越多 扑朔迷离的故事出来 第一个是 他的手上 真的有四个不明的针口吗 因为才怪的是 他那天好像是左手 因为你今天要急救 或是你今天要什么 他要打输一 打输一的时候 你是打左手 右手没有打输一啊 右手没有打针啊 右手真的 按照高大臣那些检验里面 右手有四个不明的针口吗 现在还有一个疑点就是 下姓男子 他有一个哥哥 哥哥当天 传说他有临时请假 临时请假 刚好就在上午十点半 而这个赖姓高中生 是十一点出头的时候 这两者之间有关联性吗 对 保险我们在讲 尸体会说话 现在来讲的话 因为下姓配偶 他因为卡到案子了 所以呢 赖姓高中生的遗体 是发完给他的妈妈 发完给他的妈妈之后呢 高大臣法医局看了之后 哇 不得了了 你的右手怎么会有针口 针口这件事情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他当天来讲的话 其实你在急救的过程当中 你在这个救护车上面 都有这个行车记录器 还有监视器 然后到现场之后呢 从头到尾都是用左手 在打这个点滴 所以左手有没有针口 这不重要 因为当天就有这个急救 那右手又没有 又没有打这个点滴 没有输意的情况下 怎么会有针口 你就算打输意 那也有一个针口 怎么会有四个针口 对 而且呢 他当天来讲的话 他说有喝啤酒 夏季配偶讲 他有喝啤酒 他是一个18岁的高中生 刚考上大学 你18岁一大早就在喝啤酒 这也太不合情和理了吧 那是不是因为 重点是说他平常没有喝酒的习惯 那为什么突然喝啤酒 对 会不会是在啤酒里面 有加了一点东西进去之后 但或许有其他的地方是用针口 那你针口的话 你不好解释 你就只好说 喝酒 然后配什么东西 所以这个针口来讲的话 我相信 接下来这个东西就是重中之重 如果真的在他的身上 验出了毒物反应的话 那这个案子不用讲了 这个案子就是一个他杀 就是一个有问题的 照你所讲的现在台中地检署 已经做了法医的解剖了 就算也做了药物的检订 做了药物的检订 最多就是12天到14天 早就过去了 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下个礼拜结果就会出来 下礼拜会出来 下礼拜结果就一定要出来 因为这已经变成全国瞩目的一个案件了 所以可能后面有一些时辰 法医研究所在那边来 再重新再来验 下礼拜就会有一个新的一个结果 但现在来讲的话 就是大家讲说 你这栋大楼里面 有没有其他的一个共犯 如果这栋大楼里面 有其他的一个共犯 我们知道杀了没那么容易 你要一个人去处理另外一个人 其实虽然是高中生 他也都已经18岁 你处理不太简单 但现在来讲的话 高大陈法医就有人传讯给他说 这个案子还有一个人 你是不是没有注意到 大家说什么人 现在的话就下姓佩偶 然后他的爸爸是证人 然后赖姓高中生跟他妈妈 他说下姓佩偶 还有一个哥哥 那这个哥哥的时间点 他就很起人疑斗了 他在这个案发之前的一天 有去过这个地方 前一天 前一天 对 去案发之前的前一天 有去过这个地方 然后呢 竟然又传出来了 5月4号 是当天要坠楼的时间 他的哥哥有去上班 可是上班到10点多的时候 临时请假 临时请假就离开了 然后也有民众想说 是不是也有到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东西 都起来之后呢 就变成说 当天到底是 有没有其他的人 下姓朋友的家人 在那个地方 如果是有的话 再加上你有手上的一个针孔 重新验这个 有没有毒物反应 验完之后呢 应该就会有机会 真相大白 好那刚才讲的 为什么现在 赖姓公众生的妈妈 他现在这么的紧张 原来 他已经往生了 他往生了以后 居然 一往生一个月之后 他妈妈就没有任何理由 待在台湾了 因为他已经被除户了 当你被除户之后 他妈妈就要离开了 所以六月四号 如果赖姓的妈妈离开了 那还有谁会观音这件事情 还有谁会追究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 不就石沉大海了吗 老杰哥你讲到一个重点了 如果除户之后呢 30天之后 死亡30天之后 就会除户 好 那我们后面呢 就是直接进入到了 财产的一个部分 如果当天下姓配偶 没有 真的他那个不理嘛 他说那个轮我不认识 你用一个无名师 送出去之后呢 你就进行了SOP了 你该火化该干嘛就弄 等到他时间差不多的时候 他就说我是配偶 我就去领了这个死亡证明书 给领这个钱 对 然后呢 我就把它办了除户 办完除户之后呢 如果都没有人发现的话 他就可以去国税局 去报完税 接下来的话 就要进入到财产的部分 你想想看 保洁哥 他们家所有的房地产的一些东西 都在谁那边 都在下陣 下信地震室那个地方 所以如果真的是 就这样子给他过去的话 可能无名师烧一烧之后呢 到最后就可以这样子 瞒天过来拿到这些东西 而且我们看到 当他送到医院的时候 第一时间 其实是有报告出来的 对 那这个报告刚刚讲的 目前的病情是一个年轻人 是欧卡 也就是在到达医院之前 就已经等于没有呼吸 就往生了 往生了以后 他感觉说 EMT就是这个急救人 他是坠楼的 坠楼以后 这边特别行到 面部没有外伤跟机型 注意再看 面部没有外伤跟机型 没有任何医务 他是一个对症展开的状况 还有刚刚讲的 还有附水 没有胸腔记忆 瞳孔散大 还有没有 注意哦 没有开放性的伤口 好我们来讲 其实很多的意外事件之后 你送到了医院的话 第一个 你在急诊室 要做什么事情 就是减伤 这个就是医院急诊室的一个 快速减伤 对快速减伤来讲的话 因为医院的急诊室 他们都相当的专业 他从头到脚就这样子摸一次 大概就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情 对 所以第一时间的时候 他就说这是OCA OCA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盗院前 以前是直接讲盗院前死亡 可是因为有些盗院之后 又把他救回来 所以OCA就是盗院前 没有生命迹象 简单来讲 就是死亡 就是你没有呼吸 没有心跳 你到时候能不能够活过来 就看急诊室能不能把你救回来 所以OCA是一个非常严重的 然后EMT呢 就是我们消防救护人员 表示疑似坠楼 因为在现场 没有人知道 他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夏金配偶也说 我不认识他 我是个路人家 所以表示疑似坠楼 连消防队员都还不太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最理解的是 我跑社会新闻 看过那么多的坠楼 很少看到 会有什么 没有面部受伤的 你不管是在三楼四楼 你下来你的面部 一定是脆勾勾 然后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什么 不可能坠楼 高出坠楼不可能会有 No open wood 没有开放性伤口 没有开放性伤口 这是一件很不平常的一件事情 不管你 不管你是不是想不开或怎么样 你在坠楼的一瞬间 你会有个下意识 如果你是用上的话 你手会去撑 如果是下的话 你用脚去蹬 这个部分一定 出去了 你这个手肘 你这个脚骨一定会出去的 所以你说 没有开放性伤口 没有开放性伤口 这个他们才会觉得说 那还是把它写上来好了 它表示一式坠楼 因为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根本不太可能在 一个高空坠楼的情况之下 会有这种的一个急诊的减伤胎 没有开放性骨折 没有血液喷溅 没有头部变形 没有开放性的伤口 甚至出现了腹部积碎 但腹部有积碎 胸部没有积碎 所以一个一个来看 你会发现说 那张照片都会让他觉得说 哇 这个怎么会像是一个 高楼坠下来的一个情况 而且现在 是在跟时间赛炮 对 现在来讲的话 我们要把这个时间抓得很紧 你有没有觉得说 他们的妈妈 赖姓高楼的妈妈 一直在出手 一直在出手 因为其实整个时辰 是非常的紧的 如果有一步没有做好的话 可能这个财产 就被下信的 他们一家的 或许就被他们给拿走 好 那刚刚讲的 现在也有媒体 去问了这个大楼的保全 这个大楼的保全就讲 一般如果你是新婚 一定会介绍另外一半 为什么要介绍一半 因为他是陌生人 我要介绍一半 我以后才能够进来 不然的话 以后我根本不让你进来 就都没有 完全没有任何介绍 但是他今天下来了以后 这个保全还讲 他已经换了衣服了 换了衣服以后 面无表情 站在遗体的旁边 甚至刚刚讲到的 他也没有跟保全提到 他是他的配偶 这个一切的一切都觉得太奇怪了 因为这栋大楼 其实如果以下信配偶 他的一个说法的话 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为什么我急着要结婚 除了赖姓高中生 自己家里的问题的话 他说他的爸爸说 这个十楼 他们家当招待所的这个地方 爸爸说 谁先结婚 就可以拿到这栋房产 所以他急着去跟这个赖姓高中生结婚 那你结婚完 你知道你回到这个大楼 你不用跟大楼保全讲吗 你不用再去申请一个辞扣吗 如果你真的要跟他走一辈子的话 那他没有持扣以后进来怎么办 怎么处理呢 这不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吗 另外来讲的话 当天拿了这袋衣服 或是我们讲的鞋子 现在提出了调查 但是呢 他都没有告诉大楼的保全 也没有告诉警察说 这个是他的伴侣 现在来讲的话 我觉得已经有越来越多人 包括大楼的清洁人员 包括大楼的保全 然后呢 包括这个张艺舍老板 我觉得很多人的话 把一些旁证的证词讲出来 对这个事情来讲 是有机会厘清的 而且更怪的是 刚刚讲的 你们两个如果结婚 如果我结婚 我最基本的 我身份证一定要待在身上 待在身上的时候 我怎么可能掉下来的时候 我没有做检查 在做检查的时候 怎么可能没有找到身份证 然后如果有身份证 又怎么可能变成无名师 就代表说这个 赖姓高中生上面 是没有身份证的 你没有身份证 那身份证在哪里 那你唯一可以证明 这个赖姓高中生身份的人 你居然在旁边 刚刚讲到的 他在旁边面无表情 站在遗体旁边 穿着的衣物跟返家 进到电梯不一样 也没有跟保险提到 他是他的配偶 对 现在来讲的话 为什么赖姓高中生 最后会变成一个无名师的状态 被送到了医院的这个急诊室 那就是因为他身上没有证件 没有证件的话 唯一的一个可能 就是留在十楼 因为他们早上 从七点出发之后 是到了护证去登记的 你要是婚姻可以完整的话 你的手续要完备的话 你一定要有这个证件去登记 甚至你弄完之后呢 你要换发新的身份证 所以你当天一定会有一个身份证 如果不是在自己赖姓高中生身上 那就在下线配偶那边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就是在十楼 所以这里就是为什么 我们大家会觉得说 你手上拿的那一袋东西 到底是什么东西 就是觉得说你站在这里 有他的身份证吗 你换了衣服之后 你手上拿在东西 我们要把它放大来看 你这个东西其实是有点拉廊的 是有一个完整的物体 是把这个塑料带给拉撑的 所以到底是不是 他的鞋子 他的衣物 还是他的证件 现在来讲的话 这些东西不查清楚的话 其实这个还是迷宗之物 好那另外就是 他今天不是找了两个人 路人证换吗 那今天他的家属也说 这个婚姻 提出婚姻无效之数 提出婚姻无效之数 有一个我觉得很惊讶的事 他说这个证人 没有亲见亲吻 这什么意思 他就说如果你要去来的话 你要去当证人的话 你必须要看好他们之间 等于说我们要一起在这个现场 把这个东西都给他登记完 你要看到他们是争议 就是你要探求他心里的争议 真的是要结婚的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如果你没有亲见亲吻 那就很奇怪 所以证人没在旁边 对 他有可能没在旁边 或者是他先去把这东西给签好 如果是这样子把它签好的话 或许有机会婚姻就可以打到 现在律师就希望说 可以打这个婚姻无效的民事诉讼 如果婚姻无效的话 那当然相信配偶 他就拿不到这个东西 可是我们不是讲说 你虽然第一个 你是在超商找了一个 另外一个是在现场 有一个是当另外一队的这个伴郎 那不都在现场吗 对 现在来讲的话 是不是有其他的我们不知道 但是已经在单子上面 已经签好的 如果已经签好的话 那当然这个东西 如果賴清高中是没有在现场 那当然是无效 好 为止 今天你提出来一个 我觉得非常惊讶的是 高大臣在二十一号 等于说勘验这个遗体的时候 真的注意到有一点 他的右手有四个针孔 可是那天在做任何处理的时候 我都是处理左手 所以你右手不应该有针孔 右手真的有四个针孔吗 今天那个许哲伟律师 把这个讯息讲出来 这两张这个叫做FST 这个在急诊减伤的时候 这个是家属提供给我们的 我再提供给保洁的节目这边 好 来 这家属提供的 对 家属提供的 他们这边有写英文 来 我们就直接讲 这个就是 意思是说到院前心战已经停止了 你看提到的这个救护车脚 它有个SOP流程 就要三十分钟要压胸 所以在压胸的时候要做一些 因为右手骨折的 对 好 重点在什么地方 你刚才讲说腹部积水 FST就是我们叫做急诊减伤 FST的意思是这样子 好 最后里面的没开放 这个是我提供给我们这贵节目的 就无开放伤口 来 腹部积水 怀疑的就是一开始 有人在讲说 有没有被注射 被注射或者是从口 这边进入了所谓的葡萄发芽剂 到肚子里面会变成叫做酒精的一个恶律已存 那如果不是的情况之下 是其他的腹部积水 就一个是酒精刺的 一个是药物 所以腹部才会积水 我们有时候腹部积水 要是肝肿瘤 腹部会积水 这些在小大身上腹部积水 一定要拜托高大层法医进入去复检 你说腹部积水是不寻常的 不寻常啊 所以说在这里面的状况 那是5月21号高大在现场在做double抽 因为腹部都顶骨骨了 所以看到右手 因为左手里面他必须做 这个鼠息部抽血之外 到医院之后 有抽血 在鼠息部抽血 鼠息部抽得到血 然后左手这边有打了一些 进入静脉的动物 好了 右手这边是没动的 但是后来我看到相片 右手里面有比较深色的针孔 就是今天这个许哲律师所提到的 那你要注意到这四个针孔 就是大家在怀疑说 是不是在生前 在生前就被人家在10楼 或是其他楼层 有做一些类似加工 为什么大家会很多呼吁的地方 就是说高大层反映说 这个距离从10楼掉下来 你怎么一般来讲不小心 这个掉下来 或者是跳楼 或者是这个被推 如果从10楼掉下来的话 会距离大概3公尺以上 它量起来就2.2公尺 没有开放性骨折 没有血液的喷溅 如果你还活着跳楼的话 你心中是你啪 心脏还在跳 掉底下之后 你的血会喷出来 头部也没变形 因为颅内没出血 所以没有胸猫炎 这个开放性的伤口没出现 所以里面的骨头也没有碎裂 就像我昨天提到 整袋 如果整个尸体去抱起来的话 会变成类似里面有大理石的感觉 所以完全不对了 这个距离就是到达墙壁2.2公尺 所以他讲说面部没有外伤也没有畸形 而且也没有异物 脸部没有变形 10楼跳来脸部没变形实在是很难 所以我会建议 我们的法医研究所也好 还有中简 我们来为以后发生的这种跳楼 做什么事情 去买两头猪 60公斤的 跟这个小赖差不多 10楼丢一下 3楼丢一下 你现在用那个 那个资料袋 大的资料把它包起来 才不会喷溅嘛 或者是能够国外进口 那1比1的人偶 这个有人建议我们去买1比1人偶 丢看看 如果这个能够做的话 我相信民进有力量 也给政府 给法医当会 日后有人这样不小心 最楼 不小心 怎么样 都可以做 因为我这两天 这个论文去找 有人写相关论文 但大部分里面说 跳下来10楼以下 30公尺 昨天我有点口误讲 300公尺 他听了一头乌水 30公尺 10公 10层楼掉下来 80到90的速度 那会变麻将 会变麻将 所以我们要拜托 高大厂 他一公斤去买 就是2.2公尺 这是高大厂 所以在明天高大厂法医 还有一个 要来谈他所看到的 赴院的那一天状况 那么刚刚 明天高医师还会再提示 下两点记者会 大家示范给大家 那我要来讲一个部分 这一个 您刚提到这个针孔里面之外 大家要谈到储户 来跟各位报告 谁可以办理储户证明 我们一般 如果家属的长辈 你要帮自己的长辈 办遗产转移的时候 如果已经 不管是怎么样死亡的话 你要看资产转移 你不可以在过世的时候 自己去拿提款卡提前 不可以 你要拿国税局的完税证明 储户证明 死亡证明 还有所抄本的付齐腾本 现在因为他们有相印证明书 所以下信付职拿不到 他们不能够去做这个所谓的储户 那么最新的北屯曲公所 有许哲伟律师去跟 北屯曲公所说 一个月之内要办储户 我们台湾是这样 傅政导委 如果你在台北 在高雄 你都可以随便一个地方 连线都可以 但是有跟北屯曲公所 拜托 再一个月出户 那么再折一点一个讯息 跟大家报告 纵使办完出户 这个小赖的妈妈 暂时也不会被遣送出境 所以大家放心 小赖妈妈暂时还会留在台湾 那另外就是 今天高大臣也提到了 下信助理的哥哥 他到底是5月3号到这个大楼 还是5月4号上午有请假呢 5月3号他们有看到 就是说有在原刃子公司有个请假记录 跟他的女朋友 到了这个10楼的地方 那么5月4号 有没有再到这个地方 接到电话 临时请假离开了 这个我们希望 检调单位都来查看看 我昨天有特别提到 通年记录 你怎么没查 小赖的电话的通年 跟老夏助理的通年 还有包括这段时间 一定有通年 为什么不查 小赖的手机里面 有没有他们的对话 这个纵使手机被我们的后台 一定可以查得出来 对 好 那你再讲说 为什么这个 我昨天有提过 他的那个叫做什么 那个应该 那个塑胶袋里面 塑胶袋 有没有包装 所谓的注射的东西 或是蓝色的衣服的 那个指纹 有没有在这里头 因为 我们在第一时间 你就不讲说 他是你的亲人 或者是你的谁 你都不提 这动机都不对 你知道那个请问还特别问的 他说他就这样子暴暴 这个暴凶 然后表情非常等末 路人家嘛 你要想看小赖死掉 谁是第一个得利者 所以 这个后面的集团 我们有提说 这个夏姓父子 夏代书跟夏助理 你要注意 现在不是我们定理的座 我们把你无罪推论 但是我们在保护你 那你说 惊吓过度不知所措 小赖身上没证件 不然你也稍微看 证件是什么人的 要无名师处理掉 对 那要不是这些热心人士 我今天中午去跟小赖 聊一会儿 很感谢热心人士 桌上有这个水果 还有小赖的 高大成送的一个 叫做iPhone手机的 高大成发言说 call me 卡好我啦 我一定要了解秘密 那另外就是 他今天提出了婚姻无效 婚姻无效 你们有提到说 他没有在 人家说 他在现场 他两个证人 没有全程见证吗 证人 第一个听说还找到老外 还找到老外 这人有一个是老外 就是说找 有找老外 这个老外 有没有是证人之一 这个再求证一下 有去找老外 一般老外会蛮 会蛮希望帮忙的啦 还有包括现场 听说人当伴朗的部分 你这两个不是你的熟人嘛 钟景这边 我认为你们 这些长官也在办案 你拜托一下 这一个证据 一定要请高大成白 或其他法医 好好的再重复 好 廷伟 班长 你是政治法律 你都有涉猎 今天大家就觉得奇怪的是 你中检已经解剖那么久了 解剖那么久了 你解剖报告早就应该出来了 还有就是 如果今天我的右手 真的有四个针口 诶 你的中检怎么可能 没有去详细的调查 所以现在大家觉得 对警方对于检察官 诶 他们的态度也太耐人寻味了吧 对 有可能 这是办案上的技巧 我曾经讲过 其实可能还在故弄玄虚 故弄玄虚 毕竟来讲的话 这个案子可能背后 还有更大条的东西嘛 所以大家说不是只有下信的这个父子而已嘛 可能背后有个什么集团之类或怎么样 所以这个检察官在办案 他绝对不是只有办小案 他一定要办大案 这是一个问题 你是这样看的 对 那第二个就是说 既然有四个针孔来讲的话 我相信他一定会申请验尸 包含这个血液当中什么成分 以及这四个针孔是怎么来的 假设如果真的是有这四个针孔的话 那再来就是一件事情 就是说 到底这个四个针孔打的时间点在什么时候 如果说他是被带去护生事务所登记要结婚之前去打下去的话 那就是有可能是造成他的精神状态 就是说涉及到所谓的合议 是不是处于自由意志 处于自己的意志 去做合议的这个所谓的婚姻 那这个就可能会造成婚姻无效的这个情况 所以他现在有几条线 所以说打到底什么时候打 你到底是在结婚前打 如果真的有那四个针孔 是结婚前 还是结婚后 这都影响到后面的后续发展 这不是不是简单的事情 所以中检可能要非常清楚去认定说 到底是什么时间点来做这些事情 那这时候打打进去的议题又是什么东西 那那个在电梯的那个相片吗 对 有截图有相片绝对有影片吗 影片在哪里 影片在哪里 电梯一定是整个影片截图吗 还有包括护政事务所 你家没有影片吗 没有影片啊 那怎么会有照片呢 你这是照片这是截图哦 这是电梯截图哦 那整个影片在北屯区公所 护政单位的那个那个录影档一定都有 还有包括这个电梯的 这栋大楼的这个影片档 你可不可以交出来 还是你说不见了 那这个影片这个档这个图片哪边来的 然后还有那个护政事务所部分来讲的话 政人这两个政人 轻见轻闻的这个概念来讲的话 一定要在现场 基本上在现场 不是只有签名就算了 你随便找一个阿妈狗 我怎么知道这个人是谁啊 所以你护政事务所的人员一定会去见证说 到底是你这两个政人的状况是怎么样 而且可能就要在现场 因为曾经有些朋友 他们去结婚的时候 忘记政人去 怎么办 从旁边的另外一组的结婚了 请你马上在现场 马上就是什么 出示你的身份证 我就是什么政人 担任政人来做这个登记 所以护政事务所那边的相关的人员 还有引带等等之类的 都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小孩子 那个18岁的这个耐性 是不是出于合议 出于自由意志的 然后去做合议的这个结婚的动作 所以婚姻无效之术来讲的话 其实有好几个步骤要做 不是从政人的方向 因为这是援引51年 民国51年的判决 亲见亲吻的判决去做的 那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 到底在结婚的时候 是不是被逼迫的 被威胁的 甚至可以提出 刑事方面的一个诉讼 甚至不是只有民事 也是刑事方面都有的 那这些东西就要厘清 所以我相信可能在这个 因为这个案子非常复杂 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环节都非常重要 所以我认为终节来讲 要仔细把这个案子弄清楚 好 小杰哥这个东西 民法982条 它过去很多判例 因为亲见亲吻 刚刚廷尾讲的是 你要在现场 但它有第二个层次 你就看因为太多判例了 第二个层次就是 你的亲见亲吻 什么意思 你到底是不是要两个人 是合一要结婚或离婚 那如果你对他们两个 根本不认识 他们什么时候认识的 他们有相爱吗 他们第一次约约在哪里 他们的过程中 什么时候从恋爱到要走到结婚 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的话 你根本没有证人效力 所以你看我们 没有证人效力 现在为什么律师今天提这条 他就是要告诉这两个人 所以这个 结婚的法律效益会没有的 一般是这样 观众朋友 因为一般你不用担心 我怎么跟我 我的那个亲见亲吻的人 没有在现场 其实在不在现场 是第一要件 他不觉得要件 后面的要件才重要 就是这两个证人 必须能够证明 你们是相爱的 而且是合一结婚的 比如说我们去宴客 下面做的是我的父母亲 是我老子 是我同学 他们看我们也跟男女朋友 在一起十几二十年 他们当然亲见亲吻 从他们可能交往 还分手 还又再重复 然后就要愿意结婚 这才有能力 以前要公开议 所以这叫亲见亲吻 那如果你今天是找了两个人 你给他三两百块 他说有有看到他 但他没有办法说明 他们两个的合议结婚 这个他可能效率上就有问题 所以律师抓到这条 民法982条 亲见亲吻 你们这两个证人 有办法去证明 他们两个的结婚意象吗 那如果这样的话 那婚姻没有效率 婚姻没有效率 那遗产就不可能拿到了 婚姻没有效率 这个下父跟下子都没共 你们现在就是面对 有没有可能 后续的刑法的问题 你想要分财产 就没有了嘛 婚姻无效 你就根本没有可能 继承他的财产了 所以这个就是赖姓家属 赖姆他找来这个律师 就打这两个 一个是他是不是被谋害的 第二个就是说 你想要他的财产吗 对不起 你们的结婚 在法律效率上面 现在我们是挑战的 如果挑战成功的话 你如果要拿钱 是告诉他们你就不用了 好 玉浦 你对这个案子 现在也慢慢非常 因为这个患者 真的还还相过 这次太诡异了 跟你说这个 所有的扣的扣 第一个是什么 结婚 对 所以你说现在 其实中介也放出了一个消息 你说中介其实也像 廷辉所说的 有点那种欲情故纵的 慢慢要把整个图像 给露出来 所以现在要打开的 第一个结 你说这个婚姻 真的有可能无效吗 对 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的检调 他们比我们想象中的 更深入这个案子 在这个婚姻 有没有效来讲的话 现在大家讨论的一个东西 都是民事 那民事的话 这个打下去会 旷日费时 那以我们对台中的了解的话 他们是比较较凶的 所以在这个案子来讲的话 我们要看一个重点 就是说呢 会不会有刑事上面的问题 我们讲它 我有两个部分嘛 如果你根本你 这婚姻是无效的话 那你后面也都不用再提了 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 你只用民事的方式 因为现在他们的委任律师 用民事的方式去处理的话 恐怕没有那么容易 所以 因为民事要打很久 对 恐怕没有那么容易 但是现在来讲的话 就是有一个秘密的一个证人 这个秘密的证人 其实他知道很多的事情 而且他讲出来的这个事情 我准 有准的 所以这个东西 如果说他讲的话 真的是 确认是讲出来一个实情的话 可以作为一个有效的一个证词的话 恐怕在婚姻这边的话 要用刑事来处理 如果用刑事来处理的话 那就是一翻两瞪眼 这个案子的话 所有的钱的话 那下信他们一家人 是一块钱都拿不到 你说 先不要讲 这个赖姓高中生 他的死亡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对 可是光是这个婚姻的本身 就有很多蹊跷吗 对 这个婚姻 就是把这个案子给扣住了 因为他们就是有结婚 变成配偶之后 这个钱 这个房地产 这个单元寺 或者是我们讲的 北屯南屯这些土地 才有机会转移到 下信配偶这边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所有的东西 都是这个还 如果这个结被打开之后的话 其实很单纯的 下信他们一家人 说是拿不到钱 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 因为有这个神秘证人出来 所以要去看 他讲的东西是不是真的 如果这个神秘证人 讲的东西是真的话 那就可以用刑事的方式 来处理这个婚姻 这就是一个相当快速 而有效率的一个手法 所以中间现在才这么低调 对 所以这个东西 如果看下去的话 中间是慢慢地 中间慢慢地看 可以看出一条线 对 慢慢地看出一条线 但是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就是要看说 这个神秘证人 讲的是不是确实 那么只要经过审核 经过验证之后呢 能够出手的话 我相信这个财产 其实应该是不会到那边去 中间最后一天 最有效率的 我相信这下一个我们的 最有效率的 电视连组 他们延优独立